我不是古蛙沫 但今天要教你做可乐鸡翅 首先在洗干净的鸡翅背面均匀地划几刀口 划几刀口你懂啊 就是划几刀就对了 然后把鸡翅放在废水焯一下 鸡翅我们用翅中 就是你去超市随便买都能买到的那种 等水面有浮沫后就可以把鸡翅捞出来了 柠檬汁 五香粉 鱼 六酒 生抽来腌制鸡翅 然后要看你们是几个人吃 腌九个 大概可以让五个女生吃 要是男人的话 你们这些吃货大概只够两个人吃吧 好了 腌30分钟的样子就能让鸡翅更可口 接着热锅 用鸡翅本身含有的油分 把它的两面都煎成金黄 煎成金黄的意思就是煎到鸡翅表面变色 这样显得老师傅比较专业 产生一种让你听不懂的神秘感 然后另起一油锅 放葱 蒜木炒香 把鸡翅倒进去翻炒一下 倒一些生抽 千万别倒太多 我们可乐鸡翅听名字就知道应该要清新脱俗 不要太闲 这个时候就要把今天的主角可乐倒进去 九个鸡翅大概配个200毫升的可乐 你鸡翅要是用得多 可乐的比例就自己调整 蒜术读书的时候总会学过的吧 大火煮沸后要把锅盖盖好 然后小火就让它一直开下去 小火是什么 你总该知道的吧 就是别让火超出锅子 千万不要问什么是不能超出锅子 我们这堂课是不允许发问的 20分钟后把这个水淀粉倒进去 勾个芡 就可以开个大火收吃了 一直要收到这样咕噜咕噜咕噜 冒泡泡 一边逗弄鸡翅让它们均匀裹上酱汁 这样才会更好吃 可可 出锅后 我们撒上白芝麻调理香气 也能让你整个料理看起来比较明亮 人们都归是次觉动物了 菜做得漂亮就先赢80分 色香味俱全才是美食啊 趁你的朋友来家里玩 烧一锅这个 不着痕迹 给他们一个惊喜 保证他们新花怒放